湖克蘭基富士在星期一 說星期一晚發生的炮擊導致8人喪生 並摧毀了一個購物中心 又對附近的學校造成破壞 中國一架載有123名乘客和9名機員的 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客機在中國南部山區墜毀 有人看到消防員趕到現場 但並沒有任何生還者的報告 中國政府說自至星期日已向31個省級地區 分發超過32億2千萬劑新冠疫苗 超過50萬名烏克蘭難民徒王羅馬尼亞 消防員和非政府組織仍然在邊境提供幫助 帶著年幼子女的家庭 帶著行李底特·錫雷特 伊拉克北部成千上萬人點燃火具 和爬山觀看煙花去慶祝富爾德新年 富爾德仁還在伊朗、土耳其和敘利亞慶祝